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一本探寻中华古文明的书籍 《河图洛书》 在探寻世界各地四万年至一万年前的考古遗迹当中 考古学家就发现只有中国在这三万年间出现了文明的断层 而这一时期能够找到的就只有山顶洞人的遗址 难道说在一万年前有什么重大的灾难 而造成了一万年以前的中华文明遗迹一扫而空吗 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上古著作当中 似乎能够找到一些文明存在的蛛丝马迹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远古河图洛书》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 一万年前我们的先祖在一片迷迷蒙蒙之中就开辟了天地 一切从头开始 后人把一万年以前的智慧、知识重新捡起来 借神农皇帝之名呈现 在一切讲科学的环境之下 我们把一些一万年以前的数位文化整理出来 将中华文化做一个彻底的整理 也许能够从中整理出一套更完整的知识 比如说中医、中药、易经、河图洛书 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探寻世界各地四万至一万年前的考古遗迹 从欧美都有着闪耀的古文明 唯有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三万年间似乎只有山顶动人的存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河图洛书若依照福西八卦的时间为原点 应该是七到八千年以前产生的 因此我们从寻找以前的考古证据开始着水 而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水源是丰富的区域 无论是河南地区的河流纵河、沼泽密布 或者是长江流域的几个大湖区冲击平原 这些地区取水容易而又不经常遭受水灾 应该是古人类聚集繁衍的根据地 水患的可能最大的就是天然灾害了 按照最早发现的古代人类的遗址来看 从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袁某人遗址 到存在于九千到七千七百年的甲湖文化 以及后来的养韶、龙山、红山文化等等 不下数十个重大的发现分布各地 在时间上也相互重叠 而且因为年代相连 彼此之间可能有什么互相的影响 也就有迹可循了 那么中华文化或者是文明 从福西开始算十足 最多也就只能追溯到九千年前 那加上孕育时期也不会超过一万年 而前面的山顶洞人也是一万八千年前 更早期的遗址就是二十万年前的蓝天人 而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 中间则毫无历史痕迹 有如文化断层 现在让我们将焦点转到世界其他地区 把注意力放在四万年至一万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的前期 回溯至旧石器时代末期 并整理一下各地的古文明的发现 那么在法国的南部 以及西班牙北部 就发现约有三百多个洞穴存在着 史前壁画的遗迹 知名的洞穴就包括阿尔塔米拉洞穴 它位于西班牙北部的桑坦德市 在这个城市的西方 有一个叫桑地利亚戴尔玛尔镇 学者在洞穴中就发现了 彩色的壁画 描绘了野牛 野猪 鹿 马等野生动物 洞穴约300公尺长 为距今一万两千年的 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 也是至今发现最丰富的 史前人类的艺术遗址 而德国的南部的斯瓦本山区的 霍赫勒菲尔斯岩洞中 也发现了一只鸟骨的笛子 长约22公分 有四个暗孔 约35000年前的遗物 同月也在附近发现一个 象牙材质的女性的雕塑碎片 此雕塑高6公分 体型非常的丰满 应该是相近时间的作品 称之为霍赫勒菲尔斯的梅纳斯 此外在奥地利也有出土笛子 估计也约有19000年的历史 而在法国的 皮里牛斯山脉也发现了 22只30000年前的笛子 而位于土耳其东部的 沃尔法市的郊区的 哥贝克利时镇 在1994年 由当地的库尔德人放牧时发现 其建造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1000年以前 甚至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早 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庙 它是由至少20个环状的建筑体构成的 环形的建筑空间有许多梯形的巨型石柱 而石柱都重达16吨 石柱上都刻有图案 这些建筑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类 为了崇拜天狼星而所建 现如今空中的月球 金星 木星 天狼星 为四颗夜间最亮的星体 但11000年前的人们还看不见天狼星 直到地球自转 微震 才使得戈贝克利山丘上的居民首次看到了此颗行星 为了新的星体的诞生 而建造了这个石阵 有可能是宗教的信仰的表现 也有学者表示 此地是伊甸园的所在 而我们还尚未纳入美洲 台湾以及海南岛等地区的考古发现 就已经找到了这么多在4万年到1万年前 有关于人类文明的考古证据 那究竟中华文明中 4万年至1万年前的考古遗迹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至今唯一能够找到的就只有山顶洞人 是由少数人留下的一点点遗迹 并不代表特定的文化呀 在1930年 研究人员在周口店的龙谷山啊 北京猿人遗址的工作的过程中啊 于龙谷山顶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洞口 山顶洞人的画石呢 因此而出土 由于是在北京猿人的洞穴的上方的山顶洞中发掘的 因此而得名 北京猿人呢距今有50万年 反而是住在较低较方便的山洞 那这样的对比呢就值得讨论 我们试着啊 由人的基因的行为方式而切入来讨论 先拿台湾早期分布来做模型 因为台湾早期的原住民呢 可能是来自于长江口啊 那在史前和亩度文化的时期呢 迁移至了台湾 波动范围呢就包括了全岛 以平地为主 而16世纪末期呢 由中原来的客家人呢 就开始从广东一带啊 迁徙到台湾 起初呢也只是开垦平原地区 而此时呢 原住民就渐渐离开了平原啊 迁徙至了丘陵与山区了 但之后呢 自称河洛人的闽南人就来到了岛上 由于人多势众呢 逐渐就占领了呀 最好的平坦地区 那客家人呢 就被迫迁徙到了丘陵地带居住 而更早来居住的原住民呢 则被赶到了生活更艰困的呀 山区了 被称为山地人 这个模式呢 可能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啊 共同的特性 文化较落后 竞争力不足的族群呢 不论大小呢 总是被驱赶到 强势族群不愿意去的地方生活 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呢 不也是同样被赶到了 生存条件极差的地方居住吗 那么山顶洞人应该当时呢 在文化竞争力上是落后的群体 所以就被赶到了 别人不愿意住的 山顶洞穴去生活了 当时呢 在山顶洞穴的遗迹中 还发现了遗骸以及牙齿等等 可以分辨出有八个人 都是个子很小的家族 所以既非人口聚集之处嘛 也不足以代表 当时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 那在长江黄河流域 为什么找不到四万年 至一万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呢 为什么只留下了一个 山顶洞穴中的少数人的生活遗址呢 过去几百万年间 人类在各地兴起的文明啊 曾经都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消失事件 而这些大毁灭的原因呢 或许是干旱 水灾 气温变迁的 慢慢发生的事情 比如玛雅文明啊 印度文明的消失呢 可能是由于干旱所致 如果一万两千年前 曾经发生过 气温巨变 或者是大洪水等天然灾害呢 因而促使许多文明的消失 那这类灾害造成的消失的过程呢 逐渐演变 应该人能发现与挖掘出一些 考古遗迹的呀 如果是 因为火山爆发而摧毁 虽然发生的很突然 但是人可以在火山熔岩下 找到覆灭的文明遗迹的呀 那这些大灾难 仍然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呀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找不到呢 那只有一种最可怕的天灾 那就是有一颗外太空的陨石呢 降落到了此地 而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这种灾难发生的时间呢 是极短的 古代人类呢 完全没有预警的机制 当然呢 也没有闪躲的机会啊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模拟呢 如果一个直径达数公里 甚至是数十公里的大型天体呢 往地球冲撞而来 主要的陨石呢 在落地之前呢 就能够造成啊 大风暴 落地的时候的高温可达到啊 摄氏四五千度 有如河暴的中心 那接着呢 带有高温的陨石呢 会破碎四散 而造成呢 周围四处呢 开始燃烧 包括人类 动物 植物 地面的物件呢 地表上的土壤 甚至啊 直达地球的岩浆 而所有的物质呢 都会被瞬间的气化 紧接而来的呢 就是各处的大火 巨大的海啸 地底的岩浆喷出 如同啊 火山爆发 世界末日一般 依照主要陨石的 落地所在的距离的不同呢 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坏 有的呢 可以刨地深达几十公尺啊 甚至几百公尺 而等到大火 海啸 熔岩呢 都暂些之后呢 接着呢 就是污浊的气体逼日了 并下起了酸雨 那这种非常彻底的毁灭呢 不仅将所有的文明啊 消失殆尽 就连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证据呢 也会完全的毁灭 通常呢 考古遗迹如果在深山的洞穴中啊 是最容易保存的 不过古文明聚集最多的呢 是在有水源的地方嘛 而不同年代的人类呢 常常生活在相同的水草丰盛之地 于是留下的遗迹呢 就像千层蛋糕一样 一层一层的呀 往上堆叠 那这种层层堆积的结构呢 一则呢是遗物很多 二则呢是遗迹集中 三则呢是判断年代啊 是非常容易的 也就成为了了解跨时代文明状况 最佳的发掘地点 试想如果一个重大的陨石事件 把地层刨了几十公尺 甚至几百公尺 那么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前的遗迹呢 应该也就会瞬间的灰飞烟灭 让我们再找一找在一万年前啊 到底有什么重大灾难的发生 可能会造成啊 一万年以前的中华文明的遗迹 一扫而空 在西方的各种传说啊 历史记录以及考古证据中呢 显示最多的呢 是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一场大洪水 例如圣经中啊 有诺亚方舟 柏拉图的对话路中啊 有亚特兰蒂斯王国沉入海底 黑海呢 也因海水而暴涨 海水呢 由地中海侵入 而变成了咸水湖 形成了黑海与地中海的通道 印第安人呢 在一万四千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呢 由亚洲啊 经过白令海峡呢 前往北美洲的通路 也在一万两千年前 因为海水上升而中断 但类似的西方大洪水的遗迹 以及其他的证据呢 并没有在中华文明中啊 被找到 也不存在于上古诸多的传说之中 而欧洲以及美洲的文明呢 虽然因为大洪水的摧残呢 受到了重大的破坏 但是呢 在大洪水之后呢 遗迹呢 是依然存在的 或藏在山中的高地啊 或者是淹在呢 大海湾之下 由之前整理出的三万多年 至一万年前的考古遗迹呢 可见一斑 而中华文明中的很多传说呢 只有在文字记载之后啊 才变得越来越多 而且还越来越不一致 然而对于天地形成时呢 天崩地裂 浑浊不清 日月不明 经过盘古开天避地之后呢 才形成了天在上 地在下的模样 而盘古呢 并以自己的身体 创造出了宇宙万物 这一段神话呢 是比较一致的说法 此外呢 福西女娲呢 也是比较一致的传说 而中华古文明啊 是由女娲补天 造人的传说开始 而其相关联的各种说法呢 比如天崩地裂啊 后裔摄日之后的大雨治水啊 似乎是现代中华文明啊 与文化传说中的开始 那么这些传说是否就传达着 当时某件毁灭性的灾难呢 如果要证实这些传说啊 就要依靠考古的证据了 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呢 是由夏朝以后 不仅文字记载很多 考古证据也充分 例如二里头文化呢 已经可以证实啊 是夏朝文化的遗迹 并经过了近年来啊 短代研究而更加确立 但是其他在夏朝之前的传说呢 也就是四千五百年以前的传说呢 他们去了哪里了呢 接着呢 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些传说啊 比如说三皇呢 为福西士 神龙士 轩辕士 这三个代表性的人物中呢 福西士最具有特别意义的 因为他与女娲呢 是天崩地裂之后呢 代表着人类重新开始的人 福西做出太极八卦 而女娲呢 则是以石补天 以泥造人 而神龙轩辕呢 皆可是士族的代表 这两个士族先后呢 均成为了当时的领导人 流传的事迹呢 也是好几代的成果啊 累积而成的 由上述的传说与考古证据呢 很多学者都试着将 甲湖文化 培里港文化与养勺文化等考古遗迹 与三皇相连接 而我们的焦点呢 是河图洛书产生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福西之前的文化背景 以及考古资料 希望借以得知呢 是在什么样的文明的状况下 而产生了河图洛书 但是距今十几万年至一万年间呢 黄河以及长江流域中 挖掘的考古资料呢 只有单独在高山顶上 发现的几个山顶动人的遗迹 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内涵啊 与欧洲考古资料的 丰富多样性是完全不同的 在欧洲所发现的遗迹中呢 三万五千年前到一万年间的史料呢 几乎是具有连续性的 就像黄河与长江流域啊 在一万年前至三四千年前的 这段历史是一样的 可以找到文字的记载 整理出具有连续性的历史轨迹 而这种现象呢 至少有两种可能 首先呢 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呢 人类才由外地啊 迁入了此地展开了生活 因此之前呢 没有留下痕迹 这是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状况 而上古时代呢 人类的确有过大规模的迁徙 就拿印第安人来说啊 曾经在一万四千年 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这段时间呢 因为海平面下降呢 由亚洲啊 经过白令海峡的路桥呢 大批迁徙到了北美洲 那现代在美国的加州 发现了一万两千年前的 印第安小孩的遗孩 由基因定序后呢 确定啊 是亚洲人 若是在一万四千年前 就迁往美洲的亚洲人呢 则可能啊 往更南方来迁徙 其次呢 这些考古遗迹与当时的人类呢 一起被一个铺天盖地的灾难 几乎完全的消灭殆尽 我们也可以由人类的迁徙啊 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 找到许多的证据 可是中华古文明主要的内涵是 福西以及所作的八卦与易经啊 而神农士 以及当时开发的神农本草经 以及轩原氏皇帝啊 与那个世代所开发的皇帝内经啊 这三项古代的著作的形成 都显得十分的传奇 根本就找不到其研究发展的过程 但凡如果是从外地迁徙过来的 尤其是科学 医学方面的论术 应该都有一定的发展轨迹可以追寻 那么易呢 在福西时期已作 而后呢 经过了连山易 以及归藏易 治周易呢 后来因孔子呢 做戏词而流传下来 但周易六十四卦呢 是一次性做出的 八卦呢 也是同时成熟的 神农本草经呢 至今啊 仍然是中药之中的主要经典 经过了两千年左右呢 到了明朝啊 李时珍才做了一些补充 而李时珍的补充呢 是经过两千年间的累积的知识 才得以的成就 那最初的神农本草经啊 就像是神龙一般啊 不见头一不见尾 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至今呢 大家人氛围啊 规念 它是难以稍作修正和更改的 而皇帝内经呢 是中医理论的基础 出现至今呢 也有两千多年了 仍有许多令人不解之处 两千多年以来 中医的发展 始终绕在皇帝内经的内涵之中打转 而且还越转越小 越转越多呢 伪作加入 造成了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是外来人带来的文化呢 那么义 神农本草经 以及皇帝内经呢 就该在迁入的人种 或者是文化中 找到他们相关的证据 并加以联系才对啊 但是我们的细细寻觅之后 却没有找到丝毫任何的发现 因此必须啊 继续探寻第二种可能性 那就是义 以及神农本草经啊 和皇帝内经 这三本上古著作呢 仿佛是凭空而降的 内涵完整的系统的数位概念 而神农本草经的数据 与经络的原理呢 却找不到研发的过程的踪迹 所以他们真的是天降秘籍吗 在讨论古文明留下的 记事记录的一个方式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从 中华文明中最古老的著作 进一步探寻 在这些古籍中呢 最古老的就是三焚 而三焚一书呢 于宋朝神宗时期 在河南的碧阳被发现 而重出于世 后世人呢 多以为这是后人伪造的 而王兴夜呢 曾著述说 三焚一探威 辩解因为福西等三皇之作 另一个瞩目的焦点 三焚出处呢 是春秋佐世传 记说呢 楚佐史啊 以向能够读三焚 五点八所和九丘 这四部大书 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宝典 而且在当时呢 就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读懂 这就表示 佐史很有学问 可是这些古书 为什么在楚国 而且是楚国人在读呢 当时的文化中书 应该是在周王室啊 也就是中原的地方啊 为何楚国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呢 分析至此呢 就要先说一段历史故事来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 有三件古文化中的大事 而商作推敲呢 这三件事呢 又可能归因于同一件事 其一就是王子朝奔楚 而王子朝呢 他是树长子 与王子盖呢 嫡长子真位 王子盖于公元前啊 516年就复位 所以王子朝呢 就带了大量的周朝的文物啊 包括青铜礼器 文献就奔赴了楚国 此事呢 在春秋左世传 史记中皆有记载 而这些文物呢 有可能就包含了 三皇五帝啊 夏朝商朝时期的著作 所以呢 三焚五点 八锁九丘啊 也就因此由周天子 搬到了楚国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老子啊 为何辞周隐退啊 骑牛出寒谷官 可能的答案就是 老子呢 是当时管理这些重要文物的 因此呢 随这个王子朝呢 奔赴了楚国 在公元前505年呢 王子朝可能因为不肯交出典籍啊 密集呢 于现今的河南的镇平县一带啊 山洞中而遭到了杀害 追随王子朝的老子呢 也因此不得啊 不去逃亡了 而第三件大事呢 就是山海经的陈书了 此书陈书于啊 楚国 最可能的答案呢 是由一群啊 与老子一样负责管理典籍的史官呢 或者是包括老子在内啊 在楚国呢 将这些古书籍啊 整理编辑而成 这也就使得在公元前啊 516年以后呢 一些记载上古历史与传说的典籍呢 都遗落在了楚国 这些神秘莫测 宛如从天而降的奇书呢 能否带着我们啊 找到中华文明断层之谜呢 让我们下集再见了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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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